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洗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欢迎收看领修与明白神的旨意系列课程 这是第二次课 这个树成版有12次课 今天的中心就是叫做 来操练体会认识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和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 是怎么样的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怎么样的来经历 我们怎么样的来明白 最后我们怎么样的来跟从 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安排与流程 其实就是每一次课 我们都是这样的 这样就一个固定的模式 大概就是这七个方面 一步步走一步步走 慢慢慢慢的就形成这个习惯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跟着听 听懂多少算多少 大家可以来温习重听 一般的来说 你至少应该重新听一次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式叫做白描以竖写 就是像那个画画一样 用一个铅笔一勾 这个人的形象就出来了 这个叫白描 竖写的话 就在那一根线的那个树 画出来这个树里面 插插插插插几个笔 把那个阴影把它画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明白 我们有的地方多 有的地方少 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有压力 同时要觉得有够多 大概每一次就是七个部分 灵修操练 我们复习前次的每一次的都是浏览一样 非常快 上一次看到我们讲到目的方式和内容 目的就是三件事 知道 行到 得到 你总要知道一些东西 你总要去操练 要实践 你如果不实践 你就发现 你没有真正得到 这个我听到有一个小组 他们在讨论很多的问题 讨论的很热烈 学习的 总有一天会倒的 每一个人都在盖房子 耶稣说 如果你听见不去神 总有一天会倒的 而且 你还可能会教训别人 你自己做不到 还教训别人 还把别人的路堵住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三件事情 还要去点点 第一句实践 还要看见你得到了收获 跟神接上关系 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表 叫做三点一线 或者多点一线 每一件事情 观察三个点 这三个点不是你看出来的 是圣灵启示你的 你必须区别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圣灵启示你的 我们就要教大家 你怎么知道 所以你看 比方说知道 三次 行到 三次 得到三次 你就会结一个果子 就是这样的 我们上次也讲到灵修七步 上一次课 只是跟大家讲了 七步是什么意思 开头的祈求 心里面的对神的敬拜 有深入的祷告 然后读一些圣经 然后有一些默想 然后面对自己的生活 和问题和挑战 最后将神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就是七步 接下来的课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我们也讲到 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 讲到神的真理的话 我们要首先借着灵修 常常住在神的里面 祂就会在我们的里面 不是反过来的 在结果子的时候 我们要先在祂的里面 而是要藏在祂的里面 祂也藏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是这样 神的旨意也会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时候加上我们的愿意 和祷告和信心 事情就会成就 当然这是一个原则 它还是有很多的细节 当事情成就的话 就是结了果子了 一个树结果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知子 树是上帝 上帝的树不结果子 他就很有羞耻 所以的话 他一定要看到 我们的里面有果子出来 他才得荣耀 这个是永不改变的 当然细节上就有很多的 要去操练 要去学习的 这个上次讲的 课程的方式 我们讲了是三点 内容的结合 也就是说 里面的灵修 和外面的明白神 主义的实践 同时要体验 那么第三呢 也是最多的是要期待 大家自诩 所以我们要有小组 大家可以组成小组 网上学习的弟兄姊妹 可以自己组成小组 线上线下 自学 那课程的内容 就是讲到 灵修有三大基本功 规定动作 你操练需要有规定动作 而且他要成为一个常态 一讲到灵修起步 你要背得出来 起步是哪起步 那三大基本功是哪 三大基本功 你要背得出来 第二个基本功就是 上帝是看不见的 但是上帝是活的 跟人有关系的 天天与我们同在的 所以你要记得体验 来识别这个叫上帝我同在 而且要确认 不能自己 是以第一身体的体验 是以第一身体的 用途端的经历 是以第一身体的事实 那第一身体是实力 圣灵的体验 天天对立的感动 最后第三 就是当你知道了 这是神的感动 神的带领 你就要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而且要顺从它的意思 与学习 你应该学的 信仰的功课 这个就是三大基本功 那明白神的旨意 也有三大基本功 每天可以相信 经验和体会 并且认识 神天天对你有带领 最低每天有一次 至高就没有限了 第二个基本功 就是你每天要期待 每天是非常兴奋的 去期待神给你的带领 并且又见证出来 最开始不熟悉 可能会有失败 就是你要每天要见证 神的带领是真的 你非常的高兴 那么然后 借着信心 祷告明白神的旨意 使你整个的人生翻转 你就起飞了 别人见到你就发现 你不是以前那个人了 你的眼神里面 有信心 有尊荣 有盼望 有湖泊 有生命的光彩 刚才就讲完了 上次的这个 黄颜色的 就是讲到 我现在在讲什么 这个讲 今天的灵修的内容 就是注意里面 或者叫做注意内在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学过 江青琴牧师的内在生活 这个是差不多的 叫异曲同工 我讲的里面 也不是我讲的 是几百年上千年 有很多的圣徒 他都说里面 希伯来书 十一章六指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对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 也就是说 人如果没有信心 那神就不喜悦 到神面前来的人 我们到了教会 去聚会 我们来查经 我们来祷告 就是到神面前来 那我们经常来到这里 来联修的人 不信 有神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说不太可能 一个人到神面前来 不信有神 到神面前来 他就相信有神 但是他可能信心很小 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 他一定是愿意相信有神 这是最低的门槛 不可能低于这个人 但是是不告的 还要相信 神会喜悦赏赐 给你一个礼物 你如果这样来寻求他 他一定会给你礼物 而且每次都会给你 他就加贴你的信心的度量 经验 能力 智慧 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 要信两件事 第一 神在 第二 他会给我一个赏赐 就包括今天 你们结束的时候 一定会得一个赏赐 可能是喜乐了 可能是释怀了 可能是等等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就知道 借着这样点点 第一点经历 就说 原来神是这样跟人互动的 这个就是真理 这个就是我们灵修明白神旨意的根据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 因为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来灵修 就是操练我们的灵 被神的灵引导 我们人的里面有两个灵 一个就是神的灵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一个就是我们因为信耶稣受洗 我们的灵活过来了 我们的灵以前是死的 就是不认识神 现在的灵活过来了 就是跟他有关系 既然跟他有关系 神的名字叫与人同战 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真理的根据 永不改变的 我们来操练 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这句话 一定会应验成就在我们身上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叫人活着的来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我的旨意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什么意思 这里一个把他的核心的意思讲出来 就是整个人的生命的活泼 是因为灵的活过来 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人的灵里面 让我们整个人活过来 所以我们的思想情感 意志关系 健康全部活过来 如果没有神的灵 我们整个人的肉体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借着他的己意在我们的里面 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些都是永不改变的真理 所以呢 这个叫里面的真理 借着这个真理还有很多的道理和原则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也是在讲道理 是根据真理讲道理 也有很多的专家 学者 神学家 牧师 都有一些摸索出来的道理和原则 比方说我们说灵大量牧师 他叫他的灵灵指多少 他就提出灵觉的概念 补充一下 灵大量牧师 他在灵命指多少 这本书里面 他怎么讲的 他说灵觉是属灵 慧觉的简称 有些是他的原话 有些是这个主题 是属灵的一种 智慧的认识的一个简称 它不是纯粹的思考力 而是借着神智慧和启示的灵 照明心中的眼睛 我们叫做一通一亮一热 他不需要经过推理 他是像直觉一样 但是比直觉更高超 中国人讲直觉 直觉是不要证据的 现在西方人 包括大选出大的问题 就是他要证据 但是他找不到证据 透着他销毁证据 他做假证据 这个是西方人的逻辑的问题 中国人就比西方人 在这个方面高超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有一个阴阳逻辑 他不需要证据 所以圣灵更不需要证据 他的灵就告诉你 你看到没有 中国兵方兵地 除去东方人的招婆 加上西方人的精华 除去西方人的招婆 加上圣灵的上帝的精华 智慧 所向无敌 有一个人可以跟你竞争 林道亮牧师继续说 灵觉的功能是学习神的命令 这灵觉是干什么呢 是学习认识神 顺从神 得知神的法度 使你的生命不至于枯干 天天是活泼的 敏锐的 准确的 使人有属灵的聪明 并领悟属灵的事实 尽争真理的奥秘 了解神的心意 渐渐还向神 你看到没有 但是他的操练是非常具体的 也是需要持持以恒的 灵觉的成长 始于奉献 就是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 奉献就是不认他为老板 把你的主权交给他 愿意来跟随他 但是他的关键是 由于知取 就是你要去要 你要去求 你要去用 这个叫知取 这是操练 操练 加上信心 加上去侍奉神 参加聚会 服侍团契 就是三个秘诀 他有三个秘诀 要久 要细 要透 这是林道亮牧师讲的 所以我们的里面 是包括五个相关联的 范围和功能 心灵 心思 心情 心智 心声 这个心不是西方文化的心 西方文化和心理学叫Psyche 我父亲就是研究大脑的 他告诉我的 西方人的医学叫Psyche 叫Brain 叫你大脑 中国人的心不是大脑 中国人的心就是 这个灵魂的心 不是心脏 这个是神的奇妙 所以我们的心是关于哪个方面 心是看不见的 是我们的总司令部 是我们的headquarter 我们人的里面有三重的结构 有灵魂体 我们简单的说 灵就是跟神的沟通 跟神的关系 简单的说 你最主要的 还有良知良心 基督徒的灵 第一个就是跟神的关系和沟通 不是基督徒 他基本上没有这个功能 他这个功能是死的 或者是破旧的 所有的人都有良心 所以灵里面有良心 还有直觉三个功能 跟神的沟通 良心和直觉 所以今天的美国的大选 出了一个不得了的大事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 就是美国人西方人的文化里面 已经没有良心了 这个灵 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断了 还良心都没有了 你就看到他瞬间的崩溃 除非良心再回来 魂就是三件事情 思想情感 体就是指着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整个的人的身体 所以我们讲到的里面 主要是讲到的灵与魂 但是我们用更容易的方法来说是心 这个里面的操练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安静就会回到里面 你要退下来放下来 你就会回到里面 所以每天要学习安静 静修 有一点敬拜 有一点心 回到里面 记住 你在里面就能够体会圣灵的感动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操练 你在外面是不能体会圣灵的感动 你只能看见圣灵的带领 那是另外一个课 今天的课就是说 你每天总要有一点时间 回到里面 像中国古代是说 一门长思几卦 也就是说 人常常要到里面 那个时候 你就可能会听到圣灵的声音 然后里面的操练呢 要学习不断的 常常的 很自然的 也回到里面 既然回到里面 就留在里面 既然留在里面 就学习在里面生活 老人的人 有理到外 而不是由外面到里面 没有人到学习 冰淇淋我要吃 我吃了 里面就觉得高兴 这个叫由外面到里面 我的父亲是医学 赵生 他就说 今天的时代 都是刺激你的体质 用外面刺激你的感官 希望调动了里面的满足 是彻底的一个错误的 一种的文化和生活 让你不断的burn out 精疲力竭 因为你不断的去应付外面 你里面是空的 你里面是黑的 你里面是死的 发现到那时候 整个的家庭健康关系 全部都崩溃了 还不知道从哪来的 因为你没有跟着圣灵走 你里面也没有除息积累 所以要从里面到外面 你里面有多少 你就应付外面多少 这个叫定位 你里面是平安的 喜乐的 你永远可以应付外面的 但是你外面的 应付的力量 这个就是世界 因为他越能够吸引你 他就越赞钱 你就越精疲力竭 看到没有 借着里面的道理 真理 我们来看里面的感动 是什么回事 叫灵修 灵修就会有里面的感动 退到里面就会有感动 那我们跟大家指示一下 读圣经的时候 你里面就会有圣灵的感动 你就会有精力 你要祷告默想的时候 你在祷告的时候 最好不要有话 不要有阿卓 最好是无声的 因为你有话的时候 你不劳力 你记得讲话 你实际上是 使自己分心了 你就是默默的 退到里面祷告 你就会体会到圣灵的感动 还有你读经了 你祷告了 总要默想 也就是说 上帝给你发微信了 怎么知道 祷告的时候 圣地给你发微信了 既然发了 你就应该有默想 什么叫默想 就是稍微有一些在里面的 拿捏揣摩品味 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下去的时候 灵修就是要来学习三件事情 灵修 读经 祷告 默想的时候 体会 确认 识别 我这里面一通一亮一热 我这里面有一个光照 不是从我来的 是从神来的 就操练这个 那当然不容易 但是也不是太难 怎么样知道读圣经的时候 常见的圣灵的感动 经验性的总结 第一个 叫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突然圣经有强烈的一种的印象和感受 也就是说开了你的眼睛 你本来看不懂的 或者你本来看了几十里云的 你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种新的 很强烈的一种的明白 哦是这个意思 少帝给你发微信了 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强烈的一种的开眼睛的 开眼睛就是启示性的 一种的感受和印象 第二 你在读圣经 你还流泪 还悲惨的激动 就好像神把你看透了 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 第三 你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就觉得不想多下去了 读上面也读不进去 读下面也读不进去 就是这个经文 紧紧的抓住你 你也不知道 你不一定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你就是被吸引 这三种情况 给你发微信 你就不要读下去了 你就要在这里来 揣摩体会品味思想 问是什么意思 神可能就会告诉你 那祷告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是圣灵的感动 祷告的时候 你的灵里面 你的心里面 觉得有光 开启 你释怀释放 觉得被捷径 你很多的负担 全部都没有了 你得到了起飞提升 这个是从神来的 不是读经 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的思想变你 你意思是你不就是紧紧紧急救 你在思想一种永恒的想法里面了 而且你有深刻的洞察力 你本来看不到你就看到了 你的情感 你发现你就超越了怜悯自我 你超越了惧怕 你有一种爱神 和感觉到被神爱 你也很恨自己的罪 抑制 你有一种伟大的决定 就是你做不到的决定 舍己 奉献 你不怕了 灵觉 你发现你的信心里面有无谓的平安 你有一种懊悔的忧伤 都是祷告的时候 圣灵的感动 每个人都有 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你 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 所以在这个时候里面就会有见证 外面的见证的就是事情成了 但是我们下一次课讲 我们现在讲里面的见证 里面的见证就是觉得 这个事情有路了 神的旨意在你里面成就了 在外面还没有成就 但是在里面已经成就了 就是要印证 印证是一个严格的方法 使自己不会走错 灵修的三大基本功 做一个总结 就是第一 我们在灵修的里面 不管你是读经 不管你是祷告 不管你是唱诗 不管你是默想 第一个基本功 就是清楚你有圣灵的感动 第二 你知道感动是什么意思 第三 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 这个就是灵修三大基本功 做个总结 第一个基本功 是你清楚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感受到感动感动 就是里面被触动 第二个就是你里面知道 圣灵在带你 教你 在引导你 第三就是给你的人心灵 生命有一个塑造 那感动后面是什么意思 它是两部分 第一 就是神具体告诉你怎么做 明天就去 今天就打这个电话 或者是说不要去见这个人 或者是说等一等 这个叫神的旨意 但是这个神要你做的这件事情 叫神的旨意 后面它是什么意思 它要你学什么 它可能要你学忍耐 它可能要你学谦卑 这是两方面的 一个是叫你做 一个是叫你学 那么第三 就是把这样一个灵修的 感动明白神的旨意 把这样一个灵修的模式 天天来学习 怎么做饭 怎么买菜 在这种渔无生畜 事无巨细 基本上不会损失什么的 悄悄的操练 默默的操练 那你就发现 每个小时你都看到神与你同在 大事你就不怕了 我们就下去15分钟 至少10分钟 你要打开圣经 读圣经 你要有一点闭上眼睛 有一点祷告 圣经是读哪个呢 诗篇119篇 大家记住慢慢读 回来以后大家就有两位 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得着